灯火通明的宫殿内 龙盘柱前的李火旺 双瞳微微颤抖着 他先是看了看地上 那自己动起来的几股剑 紧接着又转向了一旁的诸葛渊 他受过很多伤 但是从来没有哪一次的伤有此刻痛 原来你连后手都准备好了 你从来就没有信过我 你真的是那个为了救我 甚至连命都不要的诸葛渊吗 你让我稳固本心 可是你从来就把我当成作望到红中看待 让我怎么稳固本心 说到这 李火旺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表情猙獰地举起拳头 来猛砸自己的脑袋 李兄 我没办法 大齐那么多条人命 我真的不敢堵在你身上 我可以为你赔上自身性命 但是我不能为你赔上所有大齐人的命 李火旺表情猙獰地看着他 带着心中的怒火 奋力向着诸葛渊冲去 就在他右手握紧向着那边挥去的瞬间 诸葛渊的脑袋有了尸体 碰 诸葛渊脑袋高高地扬起 被李火旺一拳头 砸了一个亮呛 当脸上乌青的诸葛渊 再次站顶 轻轻叹了一口气 声音带着一丝低沉地说道 我这辈子 做任何事情从来问心无愧 唯独这一次 为了大齐我瞒了你 瞒了我的结拜兄弟 这确实不是君子所为 做错事情就要为此受罚 所以诸葛渊渊以死谢罪 刚刚还一脸愤怒的李火旺 忽然愣住了 他看到诸葛渊的身体 开始变得忽明忽暗起来 你你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这事情还没完呢 你还欠我一个说法 你哪也别想去 李火旺表情痛苦地捂住脑袋 诸葛渊的身体又开始凝聚起来 李兄 作为心宿 这些幻象对你不是什么善物 有害无益 趁早处理掉好 假如我想让你身边的幻象消失 或许可以帮着他们消除心中的执念 只要他们心中的执念消失 那幻觉也自然而然地就消失了 就比如小生我 又比如之前的江英子 说完这话 诸葛渊的身体变得极其稀薄起来 哪怕李火旺死命地拉着 也依然于事无补 李兄 假若你分不清自己是红中 还是李火旺 记得去李火旺该待的地方 多增加李火旺的记忆 这样兴许能压制红中 李兄 我曾经想帮你找出 斗母太阴修改你过去记忆 究竟对你有何所图 但是请述小生无能 实在没算出 他为何这么做 那修真功法你 最好先缓缓 等弄清楚了再练 说了这么多 诸葛渊的身体 也变得几乎透明了 快要完全看不见了 等等 你给我等等 李火旺 威攻着身子 鲜红的鼻血 不断滴落在地板上 诸葛渊慎重 地理了李身上书生长袍 身子向前倾 弯双臂 抬起双手在前 对着李火旺 深深做了一个一 李兄 真重了 说罢 诸葛渊的身体 彻底消失了 一点痕迹 都没有留下 李火旺呆呆地放下 按在脑袋上的手 目不转睛看着 诸葛渊消失的地方 愣了好一会后 李火旺对着那地方 疯狂地破口大骂起来 边哭边骂 渐渐地李火旺的 怒骂变小了 他站在诸葛渊 刚刚存在的地方 呆呆地站着 他心中此刻 到底在想着什么 只有他自己知道 半炷箱时间过去了 李火旺忽然动了 他转身向着 几股剑方向走去 可当他到了 几股剑面前 才发现 那剑柄头颅上的紫符 被重新贴了上去 那些从剑中 伸出来的陶符 跟血肉此刻 也全部缩了进去了 再次变成了 那根寻常的几股剑 李火旺颤抖 把子符掀开 然而这一次 这把几股剑 再也没有了任何变化 他似乎跟着幻觉 诸葛渊一同死去了 哗哗哗 密集的脚步声 忽然响起 从殿外一帮腰间 挂着尖天丝腰牌的人 带着各种武器 表情凝重地冲了进来 而就 而就 之前跟李火旺交易几股剑的女人 此刻脸色很是难看 带着一帮人 把她团团围住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国师呢 陛下怎么变成女人了 我们太监 安探是谁杀的 沉默的李火旺 麻木地晃了晃脑袋 弯腰捡起剑 强行推开她 就向殿外走去 其他人刚要阻拦 李火旺猛地一挥几股剑 直接以极快的速度钻入裂隙当中去了 哼 一声惊雷 把客栈大堂内 正在喝面滴高置间下得一机灵 当她端着碗 从客栈出来 就看到 大梁皇宫的上空乌云密布 不断向下劈着紫雷 大梁皇宫这是怎么了 哪怕她什么都不懂 也能看出来 那些雷的颜色似乎不对劲 就在她这么想的时候 马蹄声不断响起 一些深背军令旗的兵 在宽阔的街道上狂奔着 一边奔一边还急促 敲着手中的铜锣 这人的话 顿时引起一片哗然 刚刚还在街上 闲庭漫步的所有人 顿时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街边各种摊铺 甚至连摊子都索性不收拾了 拼命往着家跑赶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的高智间 连忙随着大流 端着碗回到了客栈内 等她刚一进去 胆战心惊的殿小二 把门一锁把桌子一顶 就跟着惶恐不安的时刻们 窃窃私语起来 这咋的了 怎么好好大白天骤进啊 是青秋打过来了 不能吧 我刚刚看到皇宫那边打雷 是不是陛下他在做法呀 哎 你小子不要命了 这种事情 也敢乱说 没事 没事 咱们这陛下 不以言论罪 上京城的百姓 动作都很快 别说两炷箱了 一炷箱都没烧完 大街上 就连个鬼影子 都看不见了 在这种不安的气氛中 高智间透过 纸窗上的一个洞 偷偷地往外张望着 这究竟跟李师兄有关吗 我要不要出去瞧瞧 不过 高智间此刻 有些犹豫 这么无头绪地找 怕是没找到李师兄前 自己就先碰到大梁官兵了 下一张更新时间 0.02分